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3月11日15点15分联合晚报记者 吴志云 新北报道蔡雅安卓与偶像日本最强势民跑者穿内优惠合照 图蔡雅安提供分享去年夺下国内女子冠军台湾马场崛起的素人新星蔡雅安 2017年出马挑战万金石 2018年就以3小时4分35秒成绩夺下万金石国内女子后 冠 表现备受瞩目 更在当天得到台版女川内的封号 同样非科班出身的市民跑者 没有教练 没有跑团 相似的公务员身份 最大的共通点就是拥有坚持勇往直前的毅力 谈起2018年的万金石 蔡雅安开心地表示 川内优惠是她的偶像 很开心可以跟她 在同一个赛道上 特别把跟川内的合照挂在墙头 她说这是引以为标杆前进的动力 2018年万金石后 这一年来她自主训练不间断 不论刮风下雨 每天上班前都会到澄清湖练跑 跑步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重要一环 却有跑步开启一天 让自己每日踏实地完成一项挑战 蔡雅安认为自己还有很多进步空间 从她身上可以感受到对跑步最纯粹的坚持精神 她说 每次路跑 都是一心只想跑到终点 不过 在过程中 却可以感受到不断突破身体的极限 2月高雄赛也摘下后 灌蔡雅安以前跑步都不戴手表 也不擅长配速 更不会特别设定完赛目标 每次跑步就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 去年12月的台北马拉松 她以两小时57分21秒创下个人最佳 2019年2月的高雄马拉松 她也夺国内女子第一 3月17日即将登场的万金石马拉松 是她三度挑战了 她没设定任何目标 只想注意自在的速度 全力向前跑去 分享 分享 留言 猎逸